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 东海那边可有消息 师父放心 书信已经送到 多二方才要和师父说什么 人到了 在单房等候 取些好茶来 是 师父 怎么样 有惊无险 尋非斩见过我的首映之后 当晚就去了寻白水的府邸 他肯定已经发现了席间的联系 你确定 我确定 这位手握五万进军的大统领 绝不能置身示威 既然我们已经顺利地挑起了他们疏值的隔阂 相信这位寻大统领必然会绞入局中 为起来 师父 师父 外面好多禁军 还有巡方营 咱们前天元四面已被团团围住 所有同道全部封死 是寻大统领亲自带队 寻非斩怎么会追查到这里来的 这个时候可没时间考虑这个 先找地方避一避 群大人 为何要盘查我神教信徒啊 惊扰上师了 徐某奉旨协同寻防营追捕逃犯断同舟 发现此人身上沾染了内庭的特制灯油 故怀疑此人近期在前天院出入过 此处与他处不同 不仅防射林立 又有大量的十亿人等 素日里信徒众多 来往繁杂 以断同舟这样的绝世高手 想要藏身隐匿于此 倒也是个好办法 朝廷重犯 看来 徐大人的意思 是要逐渐搜查了 上师的前天院有白神祭坛 徐某虽非信徒 但也不敢随意冒犯 多谢 但是 非战知道 那些人不敢接受 你准处得有的 他会有的 不敢接受 他会有的 你不敢接受 你不敢接受 多加点小心 多谢上师大赌了 宣大人请便 搜 是 兄长不是说 宋福的事与你没有干系吗 娘娘 微臣没有直接地卷入 但此时正是盛心恼怒的时候 有唏许的牵扯 也很难解释清楚 已飞斩着性子 他最后会怎么办 谁能拿得准 微臣此次进宫 只是想告知娘娘心里有个数 非斩他不会把事情做绝的 微臣 只是忧虑以后啊 以后什么 娘娘 难道娘娘甘心 以后太子 要仰赖长林王府 萧平璋的脸色吗 萧平璋 昨天 强 萧平璋 爱 却 旦 这单卢昼夜不熄 断铜舟 应该不敢藏在这里头吧 说来 逊大同领 前面是在下 是 若是徐某没有看错 此处应该有个机关吧 徐大统领好严厉 这的确是件密室 乃是在下 闭关清修时所用 打开看看如何 徐大统领说我这前天愿人来人往 容易混进逃犯 所以在下尽力配合禁军搜查 并无怨言 可现在 你要打开在下的密室 这意思可就不一样了 密室需要机关开启 绝非外人可以偷偷混进 若是大统领执意搜查我丹房密室 莫非是怀疑在下 有意窝藏朝廷重犯 玄某想问上师一句 请问 有吗 有什么 窝藏 当然没有 既然没有 打开看看又何妨 尚师请 上师请 劳烦尚师带路 大同府一案 庭尉府审到了现在 打之案情已经清楚 宋夫等涉案人员 各自的罪责也算分明 虽然有一名人犯逃脱了 但眼看要到年夏了 若只是因为这个便搁置拖延 反而不好 一阵的意思 就按吴爱卿尼的章程先行几案 日后若不得逃犯 再行立案处置 王兄以为如何 谨遵陛下圣意 那就这么办 遵旨 玄大统领还可以四处瞧瞧 得罪了 危险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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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寻大统领失望 上师 多有打扰 进京这么久 这是头回涅巴汗 寻非斩是个人物 这就是这队 这队是个人物 是个人物 都不吝了 这队是个人物 那么多多 这队是个人物 这队是个人物 他是发现了什么踪迹呢 还是怀疑上了蒲羊英 若是一点线索也没有 飞斩也不会贸然登门 蒲羊上师可是急受皇后娘娘宠幸之人 换作旁人 怕是不敢轻易招惹 但飞斩是寻家人 反而毫无顾忌 蒲羊英这个人虽说有上师尊号 但他不挂朝职 不离朝政 近来这些事论理于他没有丝毫瓜葛 但他若是卷进来了 倒让我想不通 想不通是为了什么 先人大逃府沉船 匆匆解难 但几身送负供辞一点颇多 关键人证断同舟再逃 其莫护主使尚未挖出 朝中上下对此讳谋如神 我怎么感觉此事尚未了解 倒想只是掀开了帷幕一角 怎么样 没错 就是东海珠江 这套装盒七年前便赐给姐姐了 她身体的伤损必定不轻 但是怎么会呢 大嫂我们出生内功心法也习自高人 身体有什么不对 难道她感觉不出来吗 我很难跟你解释清楚 但这个伤损跟她身体是否有不适之感 并没有完全的关系 你说过可以调理对吧 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你尽管使唤 如果需要找药材 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能给你采回来 我知道你会尽力 我也会尽我的权力 不过我不想蒙姐姐日后更加失望 所以在没有准备周全之前 你先不要告诉他们可以调理 好 林姑娘明天会过来一趟 再帮大嫂详细地诊断一遍 大嫂详细地诊断一遍 大哥也不要太担心 林熙说除了 内方面的伤损之外 这竹椒对大嫂身体的其他方面 应该没有影响 知名人 一定替我多谢林姑娘 这方法 只是又阴和又恶毒 可偏偏又很难去查 平家 这京城的风越来越冷了 你可有感觉 大哥 你很冷吗 冷风也罢 暴雨也好 咱们长林王府 又不是没经历过风雨 平静 你随我处一趟门 大哥 你要去哪儿 天牢 大哥 送福该招的已经全都招了 你还想知道什么呀 我想知道 他们做这样的事 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有劳 是 不是说 长林王府不干涉有私审讯吗 世子还是忍不住了 此案已经审洁 诸笔于批 派你妖斩弃势 本应连三族 陛下宽人 许你做南丁流放发卖 怎么 这个结果你还不知道吗 我这有一份宋大人的履历 据悉 你 显光七年 你是英州通判 犀利偷袭围城 福音和参将都讨了 你一个文官守成 有幸得先帝亲旨嘉奖 从此仕途平顺 那个时候的宋大人 骨头里还算有些血气 心里 也还是有家国子民的 只是 不知道这样一份心肠 什么时候就开始变了呢 宋某 效忠先帝与陛下 此心从未辩解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把我陛下的朝聚安稳哪 大人这话 我就有些听不懂了 不懂 你断了前线补给 几乎就是想把干族以南拱手 让给敌国 如此作为 怎样能保陛下的朝局更加安稳 此次的前线军情 正如老王爷所料 我无话可说 不懂 作为领军之帅 连一个像样的原由都没有 只凭多年领军的感觉而自 便随意上陛下 所要邢台兵符调动大军 时至今日 我仍认为此乃恶励 不可放开 请问世子 我大梁 为政为君 皆是有令 请问世子爷 难道日后四境的领军 都可以以此 效法老王爷所陪吗 所以你心有不甘 便想拿前线将士 和五州百姓的性命 用意警示后人吗 我没有这么想 大同府的安排 的确是我下的令 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大鱼会全军南下 而且专攻甘州 我只是想延迟补给 让长林军无法主动挑起 和大鱼的战士而已 我没有想断送甘州啊 说句心里话 满朝文武跟我一样的人 有很多 我们都想看看长林军 看你们长林军 打一场败仗 挫挫你们的锐气 以此让长林王府有所节制 不那么功高盖主 我们就是想看着你们 打一场败仗 打一场败仗 我大哥差点死在干招 你们就这么恨我们长林府吗 我敬佩老王爷 人意宽宽 但是 长林府 全情朝隐说已不二 长林军 辟逆群雄 拥兵自重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就算你们长林王府 能忠贞不渝 但在无边的权力面前 你能保证你们的子孙 不会辩解 不济于大量的王位吗 你可知道 秦师爷是狼岩榜高手段同舟 知道 他做了师爷之后告诉我的 那段同舟是否是在为你效力 秦城与段同舟联手 试图抹杀人证 那是我亲眼所见 秦城与你并无构建 那他为何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做这样的事 我没有 我从来没有派人去过齐州 从来没有 说句实话 我居然真的相信你 你才不得了 我居然有冒险 他不得了 他很想的 有什么想法 我还要有事 你先回府去吧 大哥还要去哪里 你伤势未愈 我得陪着你啊 进宫 你还要去哪里 是 是 是在向本宫问罪吗 微臣不敢 这整套装合都是娘娘遇辞的 臣既然知道了其中的不妥 自然应当先禀止娘娘 禀止 你把这些东西摆到正阳宫来 不就是想质问本宫怎么回事吗 整整七年了 本宫哪里知道怎么回事 内庭司奉旨专人大职 再以娘娘之名赐出工去的物品 却能被人中途动了手脚 娘娘确实应该生气 可是 礼当承接娘娘怒火之人 难道是微臣吗 你 你还相信在哪里 我一定要说 不可以 谁 不想危险 你应该照射 慢慢走 我相同的侦然 尚上情旨 世子这句话 算是威胁吗 本宫心中坦荡 自然不会怕小人污蔑 微臣并无此心 若是娘娘一定要这样想 那也无可奈何 但是人人皆有底线 对于微臣而言 一旦升级父王内子还有平晶 微臣绝不会哑哭阴忍 戟然冘然硬着 如朕 王猛 무엇 我早就说不可能是皇后 否则也做的实在太傻了 与皇后有关的可能性确实很小 但总得当面把握一下 何况此事设计内庭又时日久远 皇后来查 肯定比我们更有办法一些 大哥的身体本来需要静养的 这样怎么撑得住啊 再说了这件事毫无头绪急也没用 大哥 先交给我来干净好不好 等我有了实在的进展 再跟你商量吗 是 平静 幸亏你在京城 东海和北燕的国书全都到了 是 很好 好 和我预计的时间差不多 师父有白神指点 自然能动逐鸡仙 迅星啊 微臣在 这一连两份国书所议之事 你们内阁有何看法啊 国书 这东海北燕相继递来的国书 连朕手上都有劫掠 鸿鲁寺没有转给内阁吗 寻清你最近忙什么呢 连这样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陛下恕罪 陛下 因送福一案 中书令报缺 牵连朝臣众多 后续处置也是分杂 老夫力不从心 不能分身兼顾 故而内阁一些例行事务 皆委任于副职 微臣在过目之时 只是匆匆 有些记得不太确切 所以在陛下面前应答师疑 实乃大罪 请陛下责罚 起来吧 知道是自己的书实就行了 说不上什么责罚 谢陛下 给他看看 陛下 东海与我大梁乃联殷之国 前使来经自该立即允准才是啊 东海与我大梁乃联殷之国 虽然此事已尽年下 诸实不变 但是根据他们的路程计算时日 使团到京时应该已经是年后了 时间刚刚好 至于北燕 陛下 北燕正在内斗 朝内两派分离 情势尚不明朗 微臣以为 让他们明年春天再来更妥 至于所要求的事情 陛下还是再好好地想一想 请问道 我们是要对铐子 从上面是相相 有代价之い 让他们先 Archie 她一定会见到 大乃联殷之国 大乃联殷之国 歌中的传播 计划 让郑告 以其实根据 我们的侵然 也不顾然 你真信心 老王爷关心 在下的身体还好 只是朝中 除了像宋福这样的事情 作为内阁守府 感到愧疚啊 宋福今日伏法受刑 我这心里 也是无畏杂陈 不过玄大人与他一向并无私交 倒也不是玄大人的过错 多谢老王爷的宽慰 我来 根莖粗细 叶片的形状 还有花瓣的半数 颜色 你全都得一一比得清楚 不能弄错了 我明白 事关大早 我肯定不会出半点差错 此药喜阴背光 不易寻也不易采 你要小心啊 放心吧 我在狼牙阁上的时候啊 你是寒谭小神龙也没用 仇云剑那个地方 攀崖非剑 我更拿手 仇云剑那个地方 录队是谁 就能够承讨历 我再来 你拿起来 那我来 我拿起来 你拿起来 这些人 你拿起来 我拿起来 你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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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杂物费神 一向都是孩儿处置的 您不用看 您也知道费神 大夫说了 你得好好养养 这年终了 要走动的时候多 别累着了 不瞒父王说 这个年 我正想指着萧阳的借口 少走动一下的 要走动 怎么啦 没什么 我正在想 平均什么时候 要是能接受这些事情就好了 你指望他 不知道世子爷大驾光临 劳您久候了 失礼失礼 你们先下去吧 莫非世子爷有什么私下的话要指教 我长林府收到了贵部送来的祭典遗程 请问沈大人 你就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一应遗程礼部届是按照往年惯例所致 不知有何冒犯之处啊 往年 往年皇子年幼 不遇大蝶 家父身为超品的亲王 列宗亲之手陪祭天帝 是有历代的旧历可循的 但是今年 太子一满十岁 正式策立东宫 这么大的事 显然所有的疑点归程 皆应随之更改 可是你沈大人倒好 连魏辞都不修正 就直接报到我长林王府 若是家父一时不察批了下去 这算你礼不舒适呢 还是我长林府藐视动功 太子是大夫 军 Courte 買名质 不诶 被军开 魏辞 打派 不诶 齐 与沙 好 想必比我更清楚吧 是是是 礼部自然应当立即修正 等一切安排妥当 下官等薪子登门赔罪 我今日前来 并不是想要谁赔罪的 我是希望沈大人日后 安守本职 别想得太多了 公送世子 训证 来 是 警长 你伤在兄妃 不宜动气 否则旧伤反复 世子妃会担心的 非诚 您不知道 我知道 年终安防 禁军有很多事情跟礼部对接 我刚来的时候 听到了一些 不认识 这个礼部尚书 为人一向原话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一定不是故意 给常立府设到 说他讨好反倒有可能 这些年 很多人都习惯了 陛下之后 就是老王爷 所以一时难改 你别见怪 非诚 非诚 你是个聪明人 这样的习惯有多可怕 你只要想想就知道了 人心总是难测 我关他人 他人关我 量洁如实 至于本性如何 恐非言此可以取心 人心虽然难测 日久亦可见 很多人只是一时想错 他们会想明白的 非诚 你的事情也多 你就不要管我了 跟我的人就在外面 我没事的 没事 我送你 请 大哥 你总算回来了 我都等你好久了 等我 去吧 大哥 我有件事求你 你们有惹祸吧 哪能呢 我就是想明天出城 去一个地方 但有点远 没办法当天往返 可父王下了死令 说过年期间 不让我乱跑 你帮我等等 把杜烟好转 哪有利 都需要 你不想着战 他 他 听见见了 里面的 但这关键时候 还是挺有分寸的 你去做什么 林奇说 有一位给大嫂调理的药材要去哪儿找 但我速度再快也要外速一夜 这期间父王和大嫂要是问起来了 你可要帮我挡住 千万别收漏嘴了 怎么了 这件事情 让你跟林姑娘费心了 大哥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话 我最多外速一夜或者两夜就回来了 咱们两个分工不同 你伤势尚未痊愈 自然坐镇府内 这种跑腿的事全都交给我做 等什么时候你伤好了 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你的 我就天天在家 让大嫂做好吃的给我 你要是一直把难题当作游戏 这种兴趣倒不上了 是否一种境界 去吧 家里交给我了 注意安全 谢大哥 我想你 找我 你找我 你能够更加慢 这些 patient 都不够再难 还想找我 你手术